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今天的 史提泰國崩分一周 為何要這樣 為何好像不太好 要崩分 對的 這個星期泰國發生了甚麼事 或者有甚麼娛樂圈也好 或者在泰國有甚麼特別事發生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開 沒有 我看史提泰國崩分一周 聽回來的 謝謝 所以時間有限 有些人會說 你這樣你又不說 那樣你又不說 時間有限 我儘量說就說 你知道我們蓋上很多東西 除了一些新聞之外 甚至我們這集也會說很多娛樂圈的東西 泰國娛樂圈的東西 真的不太多地方都會聽得到 史提泰最喜歡 儘量說吧 如果說不到的 或者大家知道我又提一提我 我儘管嘗試在節目上再說一說給大家聽吧 有事不宜遲 先說一說 不知道大家在泰國去旅行的時候 你去旅行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甚麼 你會 飛機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乘搭的士 或者可能是乘搭的士 類似香港的地鐵 港鐵那些 或者有沒有朋友 或者你會否夠膽坐當地的巴士 看看那個地方的治安 我自己看 硬是會覺得坐巴士好像會不知怎樣 還有看看他本身是否有條線 因為我簡單來說 例如澳門這樣說 我不會乘巴士的 為甚麼 我看待車的程度 比我揮揮手 如果你去澳門 我試過等一程車 我等完之後 等了很久 接著還要塞車 還要去坐地方 那就糟糕了 沒錯 而且有時候不懂得下車 真的不懂 乘巴士真的很好看你熟不熟的地方 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要乘巴士的話 等於其他香港的巴士系統 真的比較先進 我不是說想說泰國的人不好 但以泰國的巴士來說 真的你要當地人才會乘搭 他不是說是乘搭 譬如上車那一刻 我們在香港乘巴士上車入錢 也有百六通 但自己看哪個站落 泰國的巴士不是有人撕飛給錢 這樣就塞到行行行行 另外來說 也不會有電子牌 說下一站在哪裡 還有英文和普通話 說下一站在哪裡 但泰國來說 真的大部份都沒有 如果你要認路 再加上塞車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一件事 泰國不是所有巴士有冷氣 那很少事 這個來說在泰國是很大事 以前我有坐過29年代那些人 因為泰國來說經常塞車 如果打開的話 窗裡脈吃光了 所以我們出1A的張圖給大家聽 這些都是巴士 很傳統的巴士 這些是很傳統的巴士 是紅頂汽車 你看到窗裡的人都把手伸出來 在吸煙 那又不是的 但我也看過 有些惡人在巴士上吸煙 我也看過 你看到 先回到之前的一張 你看到很多巴士都沒有冷氣 所以現在它終於 變成了旅遊巴 它現在決定在2020年 有一些某部分的巴士 全部轉成冷氣巴 但是說真的 我都不單止是泰國 我不是很推薦去旅行 是乘巴士 始終用的時間是多很多 我不算它是塞車那些 而是你乘搭你遲著算 沒有的士那麼快 你去旅行當然是想用最少的時間 看最多的東西 一定是這樣的 沒錯 所以它也不是全部的 暫時有一間巴士公司 BMTA 旗下的巴士 就會準備在2020年之前 就會轉成冷氣巴 當然 轉成冷氣巴之後 它的成本也會貴 也會說它的巴士費是會加價的 大概多少錢 我不要計算距離 幾匹左右 不是說很多 所以它也說 如果冷氣巴士加價之後 其實這些低收入的人士 會有些補貼給它們 希望大家會坐得舒服一點 也可以開心一點 不會太大壓力 為甚麼這樣說呢 你給我壓力了 你是打巴士 所以有時司機 尤其是在泰國來說 真的比較多 也是因為這樣容易發生交通意外 為甚麼呢 就像圖上的司機大哥一樣 一路單手開泰國 另一手開電話 可以跟大家說 在泰國發生的交通意外 亦都很多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而有一些嚴重的交通意外 所以現在泰國政府也想做一些事 當然要拘捕人罰錢 當然要拘捕人罰錢 所以現在大家要記住 除了這些大型巴士之外 如果大家想去自駕遊 記住你駕車還駕車 你記住不要駕著電話 又駕著軚盆 不習慣有沒有法例事 本身這件事也沒有 駕駛危險 是危險的 現在說到明白了 如果被警察看到你單手駕軚盆 另一手駕電話 如果捉到的話 好像剛剛那個旅遊巴士 就剛剛被人罰了一萬匹 那如果雙腳駕軚盆 雙手駕電話這樣怎麼辦 那應該被人捉他的精神名譽 也對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泰國 就算你不要想到你鄉下的地方 沒有人來不會的 就算你避到那些執法的人員 但是意外你未必避得到 所以大家要記住要小心一點 這些是很公共性的事情 要告訴大家 這是泰國公共關係科技 當然在這段時間 我相信一說起泰國 大家就一定是在說這宗新聞 出2A的圖 這宗其實在泰國 都已經罵到滿城風雨 是的 我也知道 香港的新聞也在泰國出現 很少可的 泰國的新聞出現出文字 還要出現一些香港的字 那隻狗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這件事在泰國那邊 也罵到很多人 不僅是愛狗之人 甚至乎有很多政府部門 都在談 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真的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在泰國那邊 也非常重視這件事 也有一些 譬如保護動物的組織 即是想發起一些行動 甚至乎想飛過來香港 告香港政府 有某些地方的一些條例 都是供給自己人 說自己人就是 設定條例那批自己人 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是的 當然了 其實到今時中日 香港政府 甚至乎是魚農署 都好像很冷利一樣 也都 好像是拍了針 是的 是的 他所謂的人道方式 其實基本上不來乎都是拍針 但是呢 暫時 泰國的狗主方面 泰國九主當然很傷心 好像是來香港 是想來的 阿牧沒有來 暫時還未清楚 不過現在甚至說 很多人真的想過來香港 跟香港政府聲討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無端端上了泰國新聞 我也不想過 有些地方也是 連任人都不理 你這隻狗 有時看到香港有些好事 可以在泰國的新聞看見 但其實很無奈地 單單都是不好的事 我在香港也看不見 沒有政治的 我們繼續泰國 我也不想說政治 不過下一單說的就是政治 為甚麼呢 出3A那張圖 我們就說說3A那張圖 政治 又是說 甚麼政治 又是女 又是女 為甚麼呢 大家相信去泰國 尤其是在3月去泰國的時候 之前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3月24日大選 會去泰國會不會很亂 我很害怕 不是這樣 泰國來說大選一定是3月24日 那天大選 但大家可能在報章上也看到 3月24日的大選 那天大選是曼谷 主要是曼谷 那些是比較市區的地方 其實在這些郊區來說 已經提早投票了 甚至北部的青邁 南部的鄉 可能是到布吉那邊 其實已經有些地方 或者村莊已經提早投票了 Shirban是BNK48的隊長 他是南部人 所以他已經在他家裡提早投票 而且有很多記者曾經去報導 去看看他 投誰 投誰是不知道的 因為他們在投票站的門口 也有所有後出來的資料 你可以在那裡慢慢地 所以很多傳媒去訪問 Shirban 你的投票出現是怎樣 當然投票給誰就不會說 但BNK48也有很多成員 好像阿Kick一樣 另一個成員阿Kick 他也回到他家裡 我用Google翻譯 最後一句 每個人都不要忘記使用自己的權利 你現在可以用這個權利嗎 我暫時還未能 除了還有他 哪位 這就是另一個BNK48的成員 不太過激 BOOBAY 他的名字叫BOOBAY 下一張照片有沒有看到 BOOBAY 他也在投票的時候 在票站門口 有很多記者去報導去看他 他也有掙托過一些候選人的資料 希望大家 3月24日真的出來投票 選出真正代表自己的代議士 你用宣傳方式很方便 我在香港好像沒什麼看過 沒錯 香港真的沒什麼看過 當然選舉法例來說都不一樣 香港就比較接近 因為不能拍照 對 泰國來說 你在票站門口拍照 暫時都可以 香港在票站門口不可以嗎 譬如我在學校那一集 我不知道 看一看情況 大部分情況都不可以 當然也希望他們可以選到 我們心目中的代議士 甚至乎他們的總理 帶領泰國繼續欣欣向榮 要他們每個都選不同 而你的願望達成了 這樣就亂了 真是看命數 很難說 BNK48其實都真是 他近這大半年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隊長出一班 幫政府去做很多宣傳 甚至乎一些 BNK48的恨人 認為他們門面工程 擦政府鞋 甚至乎難聽說 用香港的語言作為穩梭 真的有很多恨人 日以繼夜 日以繼夜 不停在網上 去掃取BNK48 那你有幫他們一起反擊嗎 也不需要 不過我當然有反擊 當然 批死你 為何我會這樣說 因為可以出4A和4B的兩張圖 是否你的留言 不是 另一個成員 齊姆 齊姆在Facebook上出了帖文 說過他在網上受了很多 被欺凌了 是的 被欺凌了 很多在網上的留言 甚至有些人特意開過Facebook的項目 去搞他們 而且之前也試過幾次 因為BNK48的隊長 他的圖片被惡搞了 搞到他是要報警 甚至乎有很多被他恐嚇 或者已經不是純粹罵他那麼多 他提出這張圖片是挺好的 完全是說得出那件事 Don't read comments 你有看過我的影片嗎 是無敵破壞黃耳 是說上網的 是網絡的 所以他拿了這張圖片 下一張圖片也看到 他也分享了這張圖片 他就說過 你的網上言論 你當然說甚麼都可以 但你有沒有想過你傷害到人 齊姆在那幾天 其實他真的也在他的官方網頁上 說了我真的很不開心 又怎樣怎樣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 也都希望大家注意這些網絡欺凌的東西 亦都希望大家 喂 好收手了 不要再這樣了 我覺得兩體 如果不是這樣 又沒有曝光率了 你沒有恨人 你就自然是沒有人氣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是沒有恨人的 都淡一點 看你怎樣看 真的兩體 但你說恨人來說 當然 就是不同的人 一定有人喜歡 亦都有人不喜歡 但亦都會令人說回 喂 喜歡你的人 和不喜歡你的人 很多時在一些頒獎禮 真的會看到 其實現在3月 其實在每一年3月開始 泰國有很多娛樂圈的頒獎禮 就會一個一個一個排隊出來 剛剛3月中 就有一個頒獎禮 剛剛出爐了 出5A的圖 這張圖看到Bella 天生一隊的女主角Bella 和Pelichop 唱歌的Pelichop 也是一次過的 除了電視台 劇集 或是戲 和歌 都會有獎 Pelichop 就拿了一個 最受歡迎的歌手獎 他這個歌手獎都是投票的 到最後的六強 女歌手只剩下一個 就是B&K48的投票 當然投票很難說 看看哪個支持者多 或者有些恨人 哪個多越少 Bella 他就在劇集的天生一隊 最佳女主角的獎 是輸了的 但是他最後拿回 最受歡迎女藝人獎 或者是女角色獎 他在最後拿回這個獎 在這個獎 天生一隊雖然是一年前的事 但是女配角也獲得過最佳女配角獎 這也值得拍手 剛剛的頒獎 3月開始 接下來還有Dala Daily 或者Nine Entertainment 很多很多獎 接下來在4、5、6、7月 就慢慢出現了 到時看看大家如果喜歡的歌手 例如我最喜歡的 除了B&K48之外 Nil J 有沒有上網投票 有些有的 那你有投票嗎 我沒有 搞錯 什麼支持 有沒有看明星 看看什麼支持 我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遲了 真的沒有說過 我遲了 你對著鏡頭說 有啊 我很老實的 我真的 有啊 我經常說是其是非非 算了 這些事情不要說了 再說Petly Chop Petly Chop剛剛見到又拿獎 應該說是否很厲害呢 但是我們出了6A的照片看看 Petly Chop 在剛剛100年出了很多歌 譬如 其實看到100年他的歌 很明顯是想很大力地推銷出去 大部份的歌名全部都用英文 令大家容易明白 由This is love First lady I am okay Nobody like you 全部都用英文 但是在這首新歌 這首新歌叫Maiya Hygab Maiya Hygab Maiya Hygab 其實是說我不想你離開的意思 你看到他的擊率好像純色了一點 沒有M字就差一點 是的 K字不是M字 只差一點 你幫他按六千多次 好像是一百萬左右 已經是 六十多萬次 94萬次 只差六萬多次 我當他一百萬次 其實這個成績真的好像純色了一點 還有Wide Music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我們之前前幾集說過一個途婚歌手 POP POP上次說過他也有新歌出 但是因為他結婚那件事 鬧到滿城風雨之後 要將他的新歌提供了 明明在二月未出 他出了7A的圖 在三月已經出了 靜悄悄出了 但是他這首歌真的厲害 出了一天 已經超過一百萬個KWA了 有些可能是後期一點的 他需要這樣的事情 也想聽聽你的朋友唱些什麼 是的 他的首歌 負面新聞是有幫助的 這首歌 也帶協了他上年那首神曲 拍磁 這首歌在去年年初 這首歌 一聲彈了一億個 基本上是負面的東西出來了 其實也是的 他要多謝那兩個女孩 我要多謝我老婆和女孩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大家只顧著網友POP 然後沒什麼留意Pily Chop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Pily Chop 在四月頭 開三場的演唱會 就在時間拍攝 趕到那裡 那些票就真的一早 一票難求 上次我已經說過了 四分鐘 是四分鐘就沒有了 現在有些人都在說 我可不可以去炒黃牛 對不起 他們是不會炒黃牛的 你只去跟他們說 求你 你放給我 你那天也沒空 你讓我去 但是他們也不會說 一倍價錢也不會 如果我去我用錢打 他們是不會的 因為我記得有幾個朋友 是死爛爛爛 終於找到別人的原價放給他 不會炒黃牛的 如果你炒黃牛的話 真的會被人罵的 在泰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著 哇Pily Chop的票這麼好 炒一下 千萬不要這麼想 泰國不流行這件事 也都 不怕我炒一下 他們不認識我 歌迷方面 真的不會理你的 我又搞亂別人的體制 是的 剛剛這個星期 如果我說漏了 希望大家可以 WhatsApp我也好 或者聯絡小花也好 或者WhatsApp給我們 98108874 或者跟我們說 39558673 沒錯 然後打電話給我們 喂 屎堤說的東西漏了 我喝來的星期 說的東西也不說這些 然後說完之後 屎堤什麼時候說的 快點 然後最好就是 喂 我想訂閱屎堤 大國不分一週 可以怎樣做 最好是不問回這一句 對吧 這件事很重要 100元三個月 可以免費重溫 不 可以無限次重溫 是的 這一節就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又介紹大家 吃一些 都頗為特別的東西 下一節回來